在中国水域发现的一些新种 这就反映我们中国水域的生物对象性还是非常高的 瓶子中正在游动的水母叫米埔三角水母 这是首次在中国水域发现湘形水母新物种 至此 全世界湘形水母钢三角水母科的物种数目增加到四个 而它的发现地正是位于香港元朗区的米埔自然保护区 事情的起因要从2020年5月开始说起 是很惊讶的所以也想了解为什么我们会突然间有这么多水母 所以第一个问题其实就会问这个是什么水母品种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都立刻叫同事出来看 还有也有捞一些样本上来自己研究一下 亦都分发了不同的海洋类海洋的专家 那当初初步的结果其实都是应该是相迎水母的靠国外表 但是是什么品种呢 都真的要用基因的研究方式才可以断定到 正当柯佳敏为这一物种的断定困扰时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结识了香港进会大学生物系教授邱建文 在拥有多年生物研究经验的邱建文的帮助下 水母的鉴定很快有了新的进展 所以拿回去之后我一看它跟其中一个种很相像 就这个种 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它 但是后来我就做了DNA的分析 发现它还是距离很大 差了多少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人和那个大猩猩 它的那个某一个基因它是差了5%的 但是我们在这两个水母之间它差了17.5% 一开始我们定下来它在基因水平上有很大的差异 完了之后我们又在那个形态上再仔细看 发现它形态上也有几个特征是跟那个另外一个水母很不一样的 最后我们就给它决定它是一个新种 邱建文介绍 香芹水母是刺包动物们的一个小组群 全球目前只有49个被记录物种 在中国水域显为人知 最新发现的米浦三角水母属于三角水母科 它的身体形状 眼睛数目 以及触手结构都非常特别 它的身体是方形的 然后它有很多眼睛 就是它四边 每一边有六只眼睛 虽然它眼睛很小 但是你可以看来见 每一边有六只眼睛 这六只眼睛其中有两只是有筋状体的 就可以成像的按理说 所以这类香芹水母 它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它触手 它的肌部是有桨状的一个结构 这个桨状的结构就使得 它触手的肌部它就很扁平 扁平了以后 如果它收缩的时候 它力度就很大 所以这种水母 它游泳能力是比一般的水母强的 米埔自然保护区位于香港西北部 与深圳隔阂相望 在1995年被列为拉姆萨尔国际重要湿地 是中国第六大红树林 专家分析称 米埔三江水母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这里作用优质的生态环境 富有鸡尾 淡水池塘 红树林 芦萎叶等 为不同生物提供繁衍七湿之所 它能够在这里出现 我们估计应该就是这个环境 很适合它们生活 这里当中的生境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基围 而这个水泰 其实和外面后海湾的水联通 另外在这个基围里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植物 有红树 有红树 有机会在这些生态环境 都是它能够生活的地方 下一步 我想我们都会连连都 继续监测它们的数目 和生境的情况 也希望有更多人对它有关注 还有希望会不会有其他地方 都会发现它呢